各位丁佣姐妹平安 分享一个小的警告 箴言25章17节 你的脚要勺进灵舍的家 恐怕他厌烦你 恨恶你 这句经文我们要牢记在心 要遵行他 因为有些人并没有存什么恶意 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就因为忽略这一个警告 结果就惹起了别人的反感 有些人因为没有很多事 喜欢闲游 所以常常到领社清游家闲坐谈天 自己没有事情可做 认为别人也像他们一样 其实别人的事可能忙得不可开交 但又不好意思不陪着他们 你偶尔去一两次吧 人家还可以忍耐 那去的次数多了呢 怎么能够不惹人家的反感呢 退一步说 纵使你所去的那一家人呢 他不忙碌 也不见得别人就喜欢 别人去他们家去 要知道除了一个人 所特别喜欢的人以外 任何人也不乐意 常有别人在他家中 因为这要使他感到很多的不便 他不能自由做事 不能随便休息 再退一步说 即便你的清游和你的感情很好 也喜欢你常到他家中去 但不见得他家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这样喜欢你 也许他的父母不喜欢你 也许他的配偶不喜欢你 也许他的儿女不喜欢你 也许他家中别的人不喜欢你 如果你常到他家里面去 势必使那些人对你有一种厌烦的心 等到你走了之后呢 可能他家里面就会因为你常去 而发声不和 想想看 岂不是造成损害吗 常到别人家里去 还有一种危险 就很容易在言语上犯罪惹祸 人和人常在一起闲谈 就很容易说长道短 说些不应该说的话 不知道哪一句话会惹起纠纷冲突 会招来猜疑误会 人和人当中啊 发生很多的摩擦 大部分都是来源于言语上的过世 所以常常到人家里面去闲谈呢 就是惹是摩擦事故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所以呢 还是少到灵社家中去伪妙 提摩的前书五章十三节 保罗说 那些年轻的寡妇 习惯懒惰家贤友 不但是懒惰 说长道短 好管闲事 说些不该说的话 所以治疗这种坏习惯的良药 就是叫他们做工 所以保罗接着说 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 生养儿女治理家务 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 和这个警告相连的一件事 就是每个人要劳力做工 一个人如果懒惰 不肯做工 到处闲游 常游到别人家中 淘别人厌 纵使不到别人家去 他在自己的家中 也会给魔鬼留很多的机会 想许多不当想的 说许多不多说的 做许多不多做的 不用说常常到别人家 会招人的厌恶 就是偶然偶尔去一两次 也应该小心 如果不是有必须常谈的事情 那看到别人在忙碌 就不要停留太久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不忙 就以为别人也不忙 访问别人的时候 要认清楚自己和对方关系的深浅 要想到对方是不是一个 事工繁忙的人 要观察对方当时是不是在忙碌 要询问对方是不是有空余的时间 要留意对方是否欢迎你 久留 这样呢 我们就不会惹别人不喜欢了 所以人际交往 要多多的有智慧 愿神赐福您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福您